各位观众大家下午好 欢迎来到义政经营 我们今天继续带来黄金百云原油的每日交易指南 今天是2023年的8月15号 首先我们看一下今天有什么重要数据 那么今天晚上8点30分呢 会有一批美国的数据啊 分别是美国7月份的零售销售月率 销售月率呢就显示了美国的零售情况 能够反映出啊 美国的经济是不是有所复苏 或者说有所好转 或者说没有恶化 因为零售的话 对于美国而言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美国的消费呢 能够带动大量的一个经济 那么市场预测是 市场的预测呢是0.4%啊 理论上呢这个数据是利多美元的 结合最近美元的一个上升趋势呢 我们认为这个数据啊 靠谱性还是蛮高的 第二个是8月份的 纽约联储制造业一个指数 还有7月份的进口物价指数的月率 这个进口物价指数月率呢 也值得我们去关注 因为美国是一个进口的国家 对吧 如果说这个进口的物价指数反弹 或者说反弹的空间比较大 比如是市场的预测是0.2% 如果说这个数据远超0.2% 去到0.5%啊 甚至是更高的话 那就表示了 未来啊 美国的一个物价呢 极有可能出现一个反弹 那么结合最近这个什么巴勒马运河呀 各种各样这种船只搁浅啊 我们就认为啊 这个进口的物价指数呢将会上涨 那么进口物价指数上涨呢 理论上会对美元产生一个小幅的一个利空 那么具体呢 是利多还是利空啊 就看这个数据的差值大不大了 和零售月率相比的话 进口物价指数呢 是一个隐性的影响因素 对于美元的影响呢 不会那么的直接啊 所以大家可以重点关注这个零售月率为主 另外呢 在10点钟啊 会有美国8月份的房产指数 还有这个商业库存的月率 商业库存呢 也可以多多关注 但是根据我们这么多年的经验去看 这个数据对于黄金的影响呢 不是特别大 下面我们看一下市场的一些情绪 以及用数据给大家去做一个看盘 那么首先看一下今天的市场情绪啊 那美元指数呢 目前可以看到了 看空的人数是61.94% 看涨的是38.06% 比昨天好很多啊 可以看到这个多空的分歧啊 已经开始有所出现 所以今天晚上这个美元 即便有涨啊 也不会大涨 不会出现昨天晚上那一种大涨 所以这个多空情绪啊 大家注意一下 就是多空的一个分歧呢 开始加大 我们看一下这个黄金啊 黄金呢 看涨的是75%啊 看电影是24% 比昨天呢 是更多啊 所以呢 今天晚上这个黄金的偏空的概率依然是为主 所以今天晚上这个黄金呢 建议大家还是以高空为主啊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黄金的ETF啊 昨天晚上呢 再次的减持3.76吨 我们看到这个黄金ETF啊 在7月和8月份呢 只有两天呢 是增持的 其他时间全部是减持 所以黄金ETF呢 是大幅的去减持这个黄金啊 可以看到黄金在当前这个高位就1900以上呢 并没有获得黄金ETF的一个认可 就表示这个黄金呢 是有可能会继续的去寻底 什么时候这个增持持续的产生的时候 那么这个黄金呢 我们认为才会结束啊 当下的这一波的下跌 我们在白银啊 白银的ETF可以显示呢 昨天晚上也是继续的去减持啊 增持了4天以后呢 再次迎来减持啊 减持了8.56吨呢 这个数据并不是特别高啊 但是也能看作啊 这个白银市场呢 还没有非常坚决的看涨逻辑 还没有ETF呢 还是处于一个调整的状态 所以这个白银呢 理论上啊 应该不会出现很明显 这种大涨的情绪 结合当下趋势呢 这个白银呢 还是继续的看空啊 根据我们的法则 之前我们讲过 看破这个22的概率会比较高一点 下面看一下今天一个基本面啊 那么最近基本面的比较少啊 大事件比较少 反而是一些什么火灾啊 是吧 这个夏威夷的火灾啊等等 这种比较诡异的事情比较多 那么这一些这一些事情呢 因为没有什么定论啊 也没有什么很明确 这种市场的影响 我们只需要持续的关注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看第一点 就是美国的实际收益率呢 苏尔兴14年的一个高位啊 10年期的名誉 美债收益率啊 通常被业内称为 全球的资产定价之锚啊 行情数据显示呢 10年期的实际利益收益啊 涨至1.8%啊 为2009年 为200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也就是说这个10年的美债收益率上涨 就意味着10年期的美债呢 有所抛售 所以第一点啊 它的上涨的是 剔除通胀因素后的 10年期实际收益率 那么它的不断的上涨啊 突破14年一个高位啊 表示什么 表示一个彻底终结美国廉价货币 金融环境明显收紧的一个周期 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就表示这个美元啊 之前大量的放水 所以这个美元呢能够在全世界做一个流通 哪里缺钱 哪里不缺钱 我这个美元都会去投资 根据这个10年期的美债啊 收益率表示呢 这一种大放水的美元时代啊 已经终结啊 未来这个美元呢 还是会一个紧缺为主 一旦这个经济有所反弹啊 有所恢复 但是美国又没有降息的话 那就表明 这个美元的需求会持续的攀升 也就表示这个美元的未来啊 大跌的概率啊 不会特别的高啊 这个美元依然还有很强劲的一个需求 在未来 长期以来呢 众多业劣人士都将美国的实际收益率 视为衡量实际借贷成本的一个指标 实际收益率的大幅上升 可能对资产估值构成明显的压力 也就是打压其他一个资产 因为这些资产未来收益 必须以更高的利率啊 进行贴线 也就是还债 利差的因素的利好 令美元得以 药物扬味 就是美元的还会持续的上涨 诸多非美货币则会普遍的承压 像什么欧元英镑啊 这些都有可能会持续的下跌 那么近期我们看到人民币也是大幅的贬值啊 有可能会突破一个高点 这也能看出啊 这个美元的强势呢 在组建的一个回归 正回怕的吸引力呢 正推动资金呢 回流美元啊 就是这个美元呢 只要拿着美元啊 就可以拿到很高的一个利息 所以呢 现在市场呢 在经历一波的反复调整和变化之后呢 周开始选择回流美元 这也就说明这个美元呢 想要大跌啊 近期去看了 有了一个探底以后 已经完成了一个探底啊 当市场关注的是美国出色的表现 或者是美国收益率上升时 美元很难大幅的下跌 那么对市场影响就表示了 美元啊 依然拥有强劲的需求 对于黄金而言呢 未来是一个打压 为什么呢 因为美元如果说长期需求 或者说全世界都在缺美元的时候 这个黄金很可能就会 如果说你缺钱啊 这个黄金很可能就会拿去卖掉 进行一个资金的一个变现啊 所以这个黄金呢 也是有这方面一个沉压的 第二点我们看下这个耶伦啊 耶伦表示呢 美国的经济啊 非常的好啊 又开始吹了 通胀和就业呢 可以双向奔赴 也就是说大家所纠结的啊 你这个通胀降下来了 这个就业还这么强劲 这个就业会不会带动这个通胀出现一个反弹呢 耶伦就今天就给了一个观点 就表示呢 这个就业好啊 不代表通胀一定会反弹啊 请大家保持理智 耶伦周一表示呢 他正在关注可能对价格产生影响的国际事态的发展 但他重申了自己的观点 即美国的高通胀能够在不损害就业情况之下呢 得到缓解 那我们这里要注意一个点 就是耶伦的表态呢 表示他正在关注可能对价格和经济产生的影响的国际事态发展 看到没有 这个耶伦呢 他现在不是说关注国内的一个情况 而是关注国际事态的发展 说明这个耶伦其实自己也知道啊 现在美国通胀 或者说美国现在经济的情况呢 和国际的一个状态呢 是有很大关联的 这个事情对我们有什么影响呢 首先啊 这个耶伦呢 在我们的节目里面出现过很多次啊 大家如果说有印象的话 应该知道 每一次这个耶伦去吹这个美国经济的时候啊 这个美元呢 都会有所下跌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没有发现的话 可以去统计一下啊 那么市场呢 似乎并不买仗 这个耶伦一个言论啊 每次耶伦一吹 都有可能会使得这个美元呢 做一波回调 所以呢 后期呢 我们要关注这个耶伦 是不是持续的开始表态啊 因为他这个表态呢 一般呢 都会有持续性 如果他持续的去吹这个美国的经济 吹这个通胀 不用担心等等 这种言论的时候呢 这个美元啊 大家格外注意啊 很可能会涨一涨的 又有一波回调啊 但这个美元回调归回调啊 不是这种转折性的大跌了 最后点我们关注这个日元啊 日元呢 突破了145 日元汇率呢 创年内的新低 这个日元也是一直的做一个贬值 我们人民币也是一直的贬值 周一的时候呢 日元汇率再次走弱啊 最低达到1美元 对145.41日元啊 创去年11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这个日元一旦贬值啊 大家最关心的是什么 就是日本央行会不会出现一个干预 分析认为呢 市场对美国物价居高不下的警惕感增强啊 同时由于日本央行继续实施负利率的一个政策 投资者抛售日元的倾向呢 增强 也就说这个日元的贬值啊 还不是一个终结 还会持续的进行下去 澳洲联邦银行认为呢 近期日本公布了疲弱的薪资和PPI数据之后呢 市场对日本央行政策紧缩的预期呢 明显降弯啊 失称了美元对日元的一个汇率 汇服还预计啊 日本政府将会在145和148之间呢 出手啊 去干预这个汇率 所以我们要格外注意 当前这个区间啊 特别是148这个位置 曾经日本政府的也是在145以上呢 开始做一个干预 可以看到了各大的分析机构啊 普遍的表态就是日本的日元呢 还会持续的一个贬值啊 那么如果说这一次贬值 我们要看日本政府呢 什么时候出手啊 出手力度有多大 因为一旦这个日元啊 重新的进行一个升值 一旦出手干预了 日本升值 那美元呢 也是会出现一个下跌的 看不懂基本面的时候 基本面比较模糊的时候 最好以交易系统技术分析为准 好 以上就是今天一个基本面啊 还没有关注我们 义政经营朋友 点点关注 关注义政经营 黄金白云元投资 不迷路 下面进行技术分析的一个解盘 我们用K线法则交易系统呢 给他去做一个解盘 昨天晚上这个K线法则交易系统呢 给到了精准的点位啊 精准的这个价格走势的一个分析 而判断 所以我们看到K线法的交易系统啊 是能够在实战里面呢 持续输出啊 比较稳定的 能够让大家盈利的一个策略 那么这个K线法的交易系统 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里面 有没有切换过其他的分析方法 并没有啊 我们在一两年时间 都在用这个K线法的交易系统 去给他去做一个解盘 也就是说 这些数据呢 是可以去溯源的 如果说你对这个K线法的交易系统 心存疑虑啊 你可以去回顾我们每一期的这个解盘啊 针对一个品种呢 去做一个统计 看看这个K线法的交易系统呢 它的准确度如何 再决定 要不要跟着我们 去学习这一套 K线法则交易系统 我们首先看一下黄金的收纹图 在收纹图里面的这个黄金啊 根据我们的法则 相关的支撑有两个 第一个是1900和1899 这个价格是第一个支撑位 最强的支撑位是1896和1896 这个价格附近 也就是说今天晚上这个黄金啊 只有跌穿1896才会迎来暴跌 加速下跌 但是以当前的这种市场氛围去看啊 我们认为今天晚上破1986的概率 不是特别高啊 应该还会在这个区间里面 先跌反弹做个震荡 这种一波流的行情的概率会高一点 什么是一波流的 就是在美国开盘的时候呢 突然间来一波行情 这波行情一上一下一动完以后呢 行情就进入这种半死不活的状态啊 这种概率会高一点 所以一波流行情的操作原则就是不要轻易去追单 在市场图里面呢 根据我们的法则啊 我们曾经讲过这个黄金呢 我们终极目标看跌到多少 看跌到1872和1879这个价格 并且昨晚上呢 这个1903呢 是我们法则的第一个支撑位 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明确的破位啊 我们要收盘加破位才是有效的破位 所以今晚上的这个黄金 能不能破这个1903啊 破掉这个法则支撑 往第二个核心的目标去走呢 那么今天晚上黄金的多空分界是在1915 也就是说这个黄金呢 今晚上不涨破1915啊 就不可能迎来反转啊 请大家注意 它可以有反弹啊 但是你想要反转的话 就必须要破这个多空分界 否则这个黄金呢 每次反弹都是一个高空维持的机会 我们判断还是在这个区间这样震荡下跌啊 这种概率会高一点啊 延续当前的市场氛围 因为毕竟没有什么重大事情做一个刺激嘛 对吧 所以这种氛围它就很难发生 具象化的一个改变 现在我们看一下美元啊 美元在四小图里面呢 根据我们的法则 之前我们讲过 它是在走五浪 对吧 那么五浪特点是什么 五浪特点就是不会大于第三浪 那么第三浪目标在哪里啊 在104这个价格啊 而104的刚好又是这一波反弹啊 我们的法则一个阻力位 所以啊这个美元呢 我们判断啊 即便是有上涨啊 今晚未来啊 这个美元也很难突破104 或者104这个位置呢 有一个回落 涨到这个位置的回落 做个震荡 把这个五浪呢 给走坏 走坏掉了以后呢 再考虑啊 新的一个方向 而今晚上这个美元呢 多公分界是在102.80 这个价格 如果说有效跌穿 102.80 那就表示五浪呢 提前结束啊 那么提前结束 这个美元呢 就有可能做一个回调啊 那么就目前去看呢 破这个多公分界的概率啊 应该不是很高啊 所以今晚这个美元 你可以重点关注 102.8这个支撑位 以及上方104附近的一个压力位啊 103.8和104这个价格区间是它的一个压力位 下面我看一下原油啊 原油在摄影图里面根据我们的法则啊 它的多公分界是在83这个位置 和昨天的是没有很明显的一个变化 所以这个原油要突破83才有可能继续的二次加速上涨 否则就会下跌 那么昨天晚上我们看到几次去试探83都没有破 所以这个原油我们今天会继续看空为主 那么看空标会多少呢 根据我们的法则下方目标有可能会跌到79.8和79.4 最大的一个支撑是在77.3和76这个价格区间 那我们的去到77的概率还不是很高啊 会在79这个位置附近呢 做一个徘徊这种概率高一点 所以这是一个原油啊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今天晚上的高空为主啊 突破83呢 我们才考虑啊 转折性的看涨 否则我们还是看空为主 那么当前这个价格呢 你可以继续看空为主 在生物土里面呢 这个原油啊 只有跌穿81.15才会产生加速下跌的行情 加速下跌 如果说跌不穿啊 可能就会在这个位置的 再次进行这种小幅的震荡整理 如果跌穿了 就会加速走四小图的一个法则 去到79啊 77啊 这种机会啊 这个白银呢 已经是一个破位啊 我们是继续看空为主 这个白银不是第一次了 我们继续给他讲 我们的法则呢 是看到22这个价格附近 22和21.85啊 能到21.85附近呢 你可以重点买涨这个白银 从目前去看的这个白银呢 建议大家还是继续做空为主 继续做空为主 目前的这个白银呢 我们是看不到一个明确的上涨 那么只有突破哪个位置呢 突破22.67啊 才有可能出现真正的大涨的行情 否则啊 这个白银呢 还看空为主 好 以上就是K信法则带来的解盘信息 感谢大家观看 记得点赞加关注 一键三连 有任何问题啊 可以在评论区和我们沟通交流 我们下期再见